大家好,我是蓝了 从北戴河回来了 终于到家了 我们家这边环境可好了 全是树 特香 小鸟 在北戴河海边 有海边的好 在海边那种鱼腥的味 都好 我在哪都高兴 成年傻吃问睡 好多人问我关于北戴河民宿的事 还有问我为什么这次去 带那么多东西 然后为什么 反正就觉得 既然出去玩吧 弄那么累干嘛 行,我一点跟大家一点点分享 我们今天早上起来 是吃完早饭 然后我一起来就归着东西 然后张哥歇了会儿 我们就出发 三个半小时 就到了北京了 到北京的时候不到一点 我在车上几乎睡了 三个小时那二十分钟 就一直睡 睡的那叫一个香 等下车我就醒了 他们就累的不成 张哥倒头就睡 中午饭都没吃 我就给他洗了根黄瓜 吃了几个瓜 他就睡了 我就开始洗衣 带着衣服床单 我出门吧 就爱戴枕巾 爱戴背罩 他们没戴啊 就我自己 要不然我盖着那被子贴在身上 我就别扭 我说事挺多的 所以我就洗 洗了一大缸 然后蹲地归着完了 他们也 张哥我推门进去两看 我想给他做饭 因为他中午没吃饭 我说算了 他那还睡呢 我就上楼跟我们家孩子说 我说你啊 你爸中午连饭都没吃 赶紧给你爸做饭去 别像以前似的六七点钟 我说你十五点钟 就争取 就给他开饭 老大特听话 蹬蹬蹬下楼就焖饭 就开始收拾排骨 然后就开始准备给他爸做饭 老二呢 那楼上跟男朋友那打电话呢 这不好几天没见了吗 我就出来了 我出来之前呢 就把在北戴河剩的那个烙饼 烧饼全吃了 然后我带着小葱 蘸酱 正好家里有点炸酱 炸了个鸡蛋 弄了个荷包蛋 然后我就买的那个小苏鱼 然后我就秀着 一吃挺香 完了泡了点奶粉 哎 酷汁喝完了 我说你不用给我做饭 我走了 我把盛都打死完了 我今天早上起来 一测取糖8.6 因为我昨天啊 就吃他那个花生酥来的 我们晚上溜弯回来 带了好多花生酥 他那个是花生啊 和那个蜂蜜做的 就那的特产 那间的特好 每年去都买 那不甜吗 然后昨天又吃了一盒 当地的草莓 他那草莓也好吃 可能就有点甜 结果早上起来 照常啊 吃了一根大油条 喝粥 然后又吃了半天 好多别的 然后回来的路上呢 他们中间下了一趟车 就是接水 我吃了一块煎饼 反正也没动 也没溜 然后我刚才吃完之间 我一测血糖 6.2也挺低的 也不知道什么怎么 他自己就下来了 反正我就感觉 我最近去以后 真的是血糖啊 就越来越正常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后备箱全满了 买的菜花 茄子 黄瓜 肉 梅花肉 带鱼 反正我出去特别爱买东西 就是往家拉 就觉得当地的东西好 所以我这琢磨呢 我说以后 不然我就上 我们这个北京 他周边啊 也有大吉 那大吉上东西呢 又便宜 然后还有吧 主要就是当地啊 老农种的 然后就卖 新鲜 我们这边超市 你想他 可能就是从山东啊 从哪啊 山西啊 然后大车拉过来 他再搁在大裤里边 一天拿出点 来超市里边卖 他不可能都卖光啊 是吧 他不可能近一次近一点 所以他那个东西 必须得打农药 是吧 你不打农药 你在一冷一热 在大裤里边 所以我们这边东西 吃的特别不适味 就是我们这左右 都没有那种大吉 就远 反正我退休了也没事 我琢磨以后 不然我也哈 一礼拜去趟大吉 拉着那个老太太 拉着那种车 管他呢 就是这是吧 你吃完以后健康啊 要不然都是那种 化肥呀 农药 吃水不是味 当地哈 东西真是又便宜又好吃 然后又感觉污染又少 心情也好 然后为什么有人说哈 兰兰你说你干嘛呢 我那炒菜锅 逮着了 是垫的吗 他上面还带一蒸屁 我们呢 特别大这么大 然后我们蒸那些海鲜啊 什么的 都用的那个锅 我还说呢 我们家都是煤气嘛 还没机会用 这回可 带出去哈 真是一插电 哇炒菜 炒那烤肉 我没有给大家拍 我们做饭 吃的什么东西啊 拍的很少 但是我们吃的啊 海鲜品种很多哈 尤其是鲍鱼 吃了好几回 特别好吃那个鲍鱼 还有生蚝吃的比较多 大虾50块钱已经 我们也吃了二斤活的 就拿水一煮 然后一蘸 味儿香 特别好吃 你说你要是不带这些锅碗瓢盆 你自己在那买哈 对我们在外面就吃了一次早点 就是吃油条哈 喝的豆浆 在外面吃的时候 我真的就脏 我就眼看着那女的那手 拿豆浆那碗就抠着 直接就抠在那豆浆里边 我说您下次拿一盆端过来 是吧 我多不卫生啊 现在疫情刚过去 反正当地人也不容易 老太太 行行行 我注意 我就吃了那一回 我就不在外面吃了 就买她的油条 我们出门就买 买完了回来 我就熬一锅粥 然后早上起来呢 拌点萝卜 切成丝 一蘸料 挺好吃的 特别舒服 而且呢 在那你看 炒口肉啊 什么带鱼啊 海产品比较多 尤其是刚从市场 回来的 就是特别新鲜 都是活的 你在家这边吃东西 就是你买回来就死了 你吃到嘴里的时候 都是死的 真是不一样 所以就这个比较方便 当然了 它也一个是干净 一个呢 就是可口 还有呢 便宜很多 我当没觉得累 有人说你累不累 来了 你出去 你这穷牛啊 你啊 穷牛是什么的呀 是吧 是 哎 怎么说呢 就谁在生活 谁做主 我喜欢那样 是吧 你干 你觉得累 我不觉得累 我觉得挺开心的 至于那个民宿 有人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都私信告诉你们了 他们家呢 还有人问多少钱哈 因为这个价钱是这样 它是根据你节气 你比如你货节 你五一五二都不一样 这两天 还有比如你租的房间 是吧 你看我们租两年 租三年 有时候我们都是租三年 那你租一件 它价格也不一样 还有呢 一个情分在里面 我们呢 孩子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就去 每年都去 我们的交情都二十多年了 就是我认识这个母女的时候 这个女儿还没有结婚呢 还没对象呢 你看他现在 他的孩子都上好几年级了 我们都是也见证着哈 当时我们带孩子去 他也是看着孩子 从小学中学高中到现在 还有男朋友 哎 时间要一说哈 挺快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 所以啊 就这个价格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那块就是挺干净的 那就是洗澡那块不太好 那个水龙头的水特别少 是不是我们反正就待三四天吧 然后孩子们在外面洗了一次澡 就是洗澡不方便 但是但是也能洗 就是凑合呗 就只能凑合 特别细特别细的水 对你要想住的条件好一点 舒服点什么的 那边的房子哈 都差不多 价钱都差不多 还有你要住的酒店里面 听说五一七千啊 是六百块钱一天 平常是二百块钱一天 对 它都是涨的 像这种民宿民宿吧 就是多少钱都有 一百八九到三四百的都有 就这么个情况 挺好玩的 有人说来来你下回去别的地儿 我们说行 闺女说了 下回咱就出国 帮你们一下人出去玩真开心 俩闺女陪着 哪有那么实权实美的呀 是吧 也有生气的地儿 毕竟跟孩子天天在一个屋子里 就在一个屋子里面 招心相处 难免哈 又两代人之间 他有隔阂 这个呢 我下期视频再讲 老二我们俩差又没干起来 这么俩的脾气 回到我再跟你们分享啊 关于母女之间 为什么要差点发生战争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别说太多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给兰兰点个赞 加个关注 请点赞 关注哦 请点赞